欢迎收听最玲珑第129集 一川明辉光流主 寒光宫中几个宫女依次跪捧着九笛凤冠 拆垫毯衣、金丝织绣真红侠配、袋子、钟丹等官服环绕四周 一个掌仪女官在旁详细地奏抱着几日后侧后大典的遗城 凡复的衣料稀疏轻响,不时夹杂着玉坠环佩叮咚 静静回荡在寝殿深处 碧瑶正和几个侍女帮清晨将官服之后云文叶地的侠配整好 娘娘,正合身呢 清晨轻轻抬手,示意身旁的女官停下,转身问道 要多长时间? 女官答道 回娘娘,整个大典共三个时辰 清晨眉稍微紧 这么久? 女官恭敬地道 此次是娘娘策后的正点,所以时间格外长些 清晨微微汗手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 代长以女官退下,由侍女进来禀道 娘娘,皇上今晚船上韩光宫 清晨应了一声,碧瑶忍不住惊喜,问道 娘娘,上一件昨日送来的那几件新制的宫装,都是很用了心的,那件欠红底子的就很不错,显得人精神,不过我记得有件琉兰色秀木兰花的也好,既贵气又雅致,我让他们都拿来看看可好 清晨此时只穿了件性色软丝中医 不必了,我有些冷,把那件披薄给我 碧瑶反身取了披薄替她搭在肩头 一席云色婉转,双肩若削,盈盈瘦弱 清晨随意靠在凤榻上,丝毫没有起身梳妆更衣的意思 碧瑶忍不住催她 皇上一会儿就到了,娘娘不换衣服吗 清晨抬眼应了一句 她是来看衣服的 碧瑶愣道 当然不是 清晨富有合谋,碧瑶不由地替她着急,劝道 娘娘,都几天了,皇上现在分明就是先行事好 您就服下软吧 清晨闭目不语 那日私自外出回宫 魏入上酒坊便遇上了魏长征等带着玄甲军巡来 库城水师竟出动了虎奔战船 出燕江中森严一片战备状态 回宫后,只见叶天灵脸色铁青,怒不可遏 一句解释也不听 当即命将明直等随清晨出宫的侍卫各掌二十军棍 清晨极力阻拦,她冷冷无视 殿前一片仗击之声 鲜血横飞 清晨恨急,一怒之下拂袖回宫 已经几天没和叶天灵说过一句话 叶天灵一不似往常 每日来寒光宫就请 再加上潮事返多,两人到真相就这么生分下来 只看着碧瑶他们暗暗着急 碧瑶见清晨这般倔强,低声再劝 那亭司都已经上了天玄飞瓶的一章 皇上毕竟是天子,您这样怎么能行呢? 清晨那晚在江上着了点风寒 这几天一直不太舒服 刚才被那些官服折腾了半天 此时只觉得周身乏力 听了此话不免更天烦闷 闭着眼睛道 我睡一会儿 皇上来了,你再叫我 碧瑶见她十分困倦 又深知她的脾气 也不能再多说些什么 只得仔细关了花窗 敲声退出 碧瑶走了后 清晨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索性起身 拢了披驳坐在那里 面前铜镜映出她的容颜 她漫无目的地垂眸 看着云波散开在脚边 那丝丝入扣的纹路 看在眼中却不时有些模糊 她抬手撑着鹅脚 突然瞥见铜镜中多了个人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 站在她身后不远处 青山淡淡 她看不清她脸上的神色 却能感觉到她目光深邃 静静望着镜中的她 寝殿中长鸣的宫灯轻微一跳 清晨低声轻叹 站起身来 不料眼前竟猛地一黑 她急忙伸手去扶静暗 谁知却正暗在了打开的庄脸之上 欲声乱响 凤簪翠桓飞落了一地 叶天灵已经急步上前将她扶住 碧摇她们被东西落地的声音惊动 匆忙赶进来 只见满地狼狈 皇上抓着皇后的手 一脸怒涩 随后而来的公额内侍跪了一地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不敢说话 只有碧摇战战兢兢地叫道 皇上 娘娘 清晨一阵晕眩过去 见碧摇等人都十分惶恐地看着她俩 唤声道 这里没事 都下去 碧摇心里七上八下的 看着样子 倒像是两人争吵起来了 却又怕贸然相劝 适得其反 斗胆说了一句 皇上 娘娘身子不舒服 你 清晨眸光淡淡往这边一扫 碧摇便不敢再说 无法可施 只好带着众人暂时退出殿怪 清晨靠着叶天灵的搀扶坐下 叶天灵不悦道 觉得不舒服怎么不宣御医 你这又是跟谁赌气 清晨眸色一暗 无心和她争吵 只说道 不过是刚才士官服站得久了有些累 这些凤官侠配看来并不适合我 听她这么说 叶天灵脸色微沉 这几天心里窝着的火气不禁被勾起苗头 隐隐并要发作 清晨以着凤榻 眷眷合上眼眸 她原本便是强打着精神 现下更绝的胸口滞冷 忍不住频频咳嗽 突然一只手附上额头 接着便听到叶天灵运露的声音道 穿御医 清晨自己清楚这症状 但要说不用御医 只见叶天灵神色严厉 着实也无力再行争辩 便任凭御医赶来请卖开药 不一会儿 侍女们先奉上了姜汤上来 她素来不喜姜汤的味道 却在叶天灵的怒视下端起来一饮而尽 将御斩置回盘中 转身向内静躺着 侍女们细碎的脚步声陆续消失在殿外 四周空空荡荡便显得格外冷清 清晨身上却搭来薄青 怎么 背着我做出那么大胆的事 还敢跟我发脾气 叶天灵话语低沉颇为不悦 清晨并不后悔那晚出城惹得她不快 说道 我若做错了 你罚我便是 为何却拿明直他们出气 何况我已经回来了 四十万大军平安入城 我又哪里做错了 话未说完 叶天灵见眉猛促 伸手硬将她从榻上拉起来面对自己 怒道 你若是回不来呢 我叶天灵十余年铁血征战 踏平山河万里 区区四十万大军能奈我何 用得着你叶出帝都 孤身犯险 你是怕我输这一阵 还是怕她丧命于我剑下 她几乎是声色俱立 目光严峻冷冽 破得人如坠冰角 清晨脱口便道 我确实是怕 我怕你们任何一个人再变成第二个十一 叶天灵脸色猛地僵住 额前青筋引现 严重的灵力却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说出这话 清晨也呆了片刻 转而侧手垂眸 满身尽是黯然 当年机局场上 和你并肩作战的五个人 如今只剩他和十二了 你若真的信我 就不该恼我 我虽是胆大行尸 却也是深思熟虑过 现在 非但你与他安然无恙 近百万将士也不必自相残杀 这些许冒险难道不值吗 叶天灵狠狠地揽着他 某种力气低沉 若不是因为信你 我当晚便以下令徽军平叛 我虽信你有把握全身而退 但你若当真有所闪失 帝都中 岂只是血流成河的局面 但那又于是何补 难道还能再有奇迹 再让我隔着千年万年 遇到一个宁文青 或是一个凤卿尘 他霸道的不给人任何喘息之机 那字字句句像是丛丛炙热的火焰 灼得人心中又暖又痛 清晨向来言辞不输于他 此时却说不出话来 只紧紧攥着他的衣巾 触得他的心跳在手底起伏不平 当真已是怒急 清晨弄恶间 只听他再道 这江山王位不过就是游戏一场 我岂会用你的安危去换取 又岂容他人觊予你 我若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还谈什么天下 清晨心里早已柔软一片 面上却是不服软 下河微扬 我既然是你的妻子 难道还怕了这点风险 我若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又凭什么做你的妻子 叶天灵一正 顿时哭笑不得 又气又闹 是我的妻子就得听我的 你要是再敢背着我自作主张 我 他说到这里顿住 清晨修眉一条 问道 你怎样 叶天灵见他眸中黑盈盈一片 净是柔情暖意 近在眼前的这么看着他 硬将那满腔怒火包围缠绕 寸寸化作了无奈 终于长叹了一声 将他拥入怀中 老天怎么送了你这么个女人来 清晨头抵着他的肩膀 悠悠说道 我这女人既让你如此不满 她们已准备了天下美女宫里挑选 想必总有善解人意的 叶天灵微正 翻过他的身子问道 什么 清晨淡淡抬眸看住他 内庭司已拟好了天选妃嫔的标准 六宫中一后四妃九瓶之虾 结余九人 美人九人 财人九人 宝龄二十七人 玉女二十七人 财女二十七人 八品之下六局二十四司 掌以女官各四名 司二十八人 点二十八人 掌二十八人 其他五品及女官人数不定 叶天灵听得大皱眉头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清晨道 一张两天前便送致远店了 你难道没见着 叶天灵失笑 没留意 光那些潮湿的奏章还不够我看 哪有时间看这些 清晨见他眼中见色淡淡 想必又是几页未曾安眠 不仁再同地去计较这些 只是静静与他相拥 叶天灵抚着他劈屑尖头的长发 梁九突然一笑 明天下旨让内亭司整顿宫围去 免得他们没事找事做 清晨笑笑不语 往他怀中靠了靠 他身上温暖的男子气息 淡淡拢了下来 仿佛惊涛骇浪里 一弯平静的桃园 该说的话他早就说过了 不必再重复 他不曾信誓旦旦地给他任何承诺 只是他懂他要什么 有些事情他会去做 他会护着他 他知道 一股倦意压了过来 他闭上眼睛 留恋于熟悉的怀抱 什么也不再想 叶天灵不料清晨就这么依偎着这里睡去 颇为无奈 轻轻伸手抚摸他的脸庞 此时此刻心中却止于爱怜 气他恨他 却又岂不知他为何甘冒奇险 他从来就不是他的弱点 他是与他心心相印的知己 风雨同舟的伴侣 一路相随 一生相伴 因彼此而精彩 共彼翼而生辉 他就这样低头看着怀中的人 安静不动 几天来的冷淡一旦揭开 才发现心里眼里原来早都是他的影子 再看一生也看不够 什么三宫六院 焦额粉袋 都不及他一平一笑 这世上有了他 他眼中便只有他 这世上若无他 他便一无所有 过了些时候 清晨正睡得昏昏沉沉 燕熙在殿外求见 叶天灵没说话 只是示意他进来 燕熙到了榻前 怕惊动清晨 压低了生硬禀道 皇上 站望求见阴娘娘 已经来了快两个时辰 叶天灵皱了皱眉 沉生说了一句话 让他回去 叶天灵即位后 加封太后为太皇太后 追封莲贵妃为何惠皇太后 天地的妃嫔中 除了苏淑妃敬为皇太妃外 都一立送往千明寺居住 殷皇后虽是正宫娘娘 却并没有受到尊风 如今迁居清泉宫 身份颇为尴尬 战王回京后 曾数次请见母后 却都未得到准许 燕熙看皇上的脸色 情之多说无意 正欲退下 清晨却听到声音醒了过来 燕熙 慢着 燕熙 躬身留步 娘娘 清晨垂眸私寸的片刻 对叶天灵一笑 赤足布下凤榻 站在岸前写了几个字 回头吩咐燕熙 带给湛王 燕熙迟疑地看向叶天灵 叶天灵下河微台 他便取了签纸 退出寒光宫 带进了志远殿偏殿 并见湛王副手站在窗前 午后的阳光穿窗落在他身上 要得那身青王长服上的五爪云龙 栩栩如飞 背在身后的手吻持 清雅的面容淡定 他平静地看着御苑中 草木微蕊 嗅水必流 似乎从燕熙走时 便一直这样站着 分毫未动 听到脚步声 叶天站回头看去 燕熙上前道 王爷 皇上现在寒光宫 恐怕一时不会回来 尚未抬头 便感到一道明锐的目光 落在身前 湛王温润如冰丝的声音 淡淡响起 本王在这里等 燕熙一抬眼看去 只见湛王已然重新看向窗外 眼前围于背影挺拔 他将千纸呈上 再说道 这是皇后娘娘给王爷的 请王爷过目 叶天站意外地回身 结果千纸展开 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视如我母 清末乌亮 化作他眼中一丝震动 他虽然一直见不到殷皇后 却也知道殷皇后 除了名分上未得进风之外 一切吃穿用度 皆保持先前皇后之力 不曾有分毫更改 既然有清晨在 他倒并不担心母后会受委屈 此事也不能操之过急 他沉思良久 唇边一出一丝极青的叹息 没再说什么 只是终于转身 举步离开了志愿殿 燕西走后 叶天灵没有问清晨刚才写了什么 也没有起身 扶着膝盖又坐了会儿 方才慢慢站起来 只一动便暗中抽了口冷气 清晨看他神色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忙说道 快走走 活动一下气限 叶天灵一边撑着肩膀 一边回头 忽然轻轻一笑 深眸中满是细血的意味 清晨有些脸红 低了头又从睫毛下撇他 终于忍不住又问 好些了 叶天灵血气在全身流转一周天 那种酸麻的感觉逐渐消退 笑着扬声吩咐道 来人 掌灯 立刻并有两排飞衣室女鱼贯而入 每人手中都捧着一盏清玉禅金灯 步履轻巧 将寝殿中灯火一一点亮 叶天灵转回清晨身前 伸手试了试他的额头 要不要再睡会儿 这几天养好精神 待到侧后大典 天下人可都看着你呢 清晨睡时出了一身汗 身上虽略微轻松了些 却依旧软软乏力 靠回凤塔之上 问道 怎么突然要举行什么侧后的大典 这些日子我都要被那些女官折磨死了 叶天灵只肩负过他修长的戴眉 但笑道 我要召告天下 你是我的妻子 清晨悠然笑道 难道没有侧后大典 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叶天灵道 不一样 清晨诞生道 怎么不一样 你是叶天灵也好 是王爷也好 是天子也好 对我来说都不过是我的夫君 就这么一个人都一样的 叶天灵躺在他身边 一手垫在脑后 目光遥遥望出去 清儿 这天下只要是我的东西 便是你的 只要能给你的 我都要给你 我的妻子 我不要她有半分委屈或是遗憾 清晨一手之仪 长发散垂在他的脸侧 随着他浅笑的动作 微有蓝弱的清香 他伸手穿过那道墨色的木帘 如同穿入了神秘的梦境 他的美无处不在 无处可藏 清晨抬手与他食指相握 贴在面颊旁 微笑说道 你带我的心意 我知道便足够 不必非让别人也清楚 四哥 你让他们把策后的典礼取消了 我想要的 你早已给了我 我并不在乎这个 这一次大典 前后号内银近十万两 老实动众 却不过只是给天下人看个风光 如今北疆战乱方休 百事待兴 稳定西域 南至大疆 都等着国库的银子 有多少人盼着我们顾此施笔 十万两银子虽不是什么大数目 但还是用在刀刃上更好 再说 我也实在没精神应付那些礼仪 不如让我清闲一日更好 叶天灵静默片刻 你若坚持不要 便依你 我今天看了他们的奏本 那些遗程确实太过繁琐 正想问你的意见 外面暑气太盛 你身子又不舒服 我也怕你吃不消 清晨心满意足地柔声道 如此 多谢圣上恩典 叶天灵垂眸看他 扬眉淡笑 免了 他抬手拥着清晨 清晨见他许久不说话 似乎有什么事情想得出神 不由问道 四哥 你在想什么 叶天灵扭头看向他 此时他双目翼翼 金光射人 先前些许疲惫早已荡然无存 清儿 你可知我有多少事想做 他伸开手掌 在面前敬我成全 这帝王之夜 不在手握王权的一刻辉煌 而在于盛世大志 国富民强 给我十年之期 我不会让你 让我的臣民失望 甚至我的对手 也必以与我对敌为荣 清晨仿佛看到了昔日大漠飞沙 千军万马前他匹尼群雄的一刻 他冷对众生 他雄心万丈 这个男人征服了他 亦征服了天下 他征服了这个男人 亦与他携手 共赴天下 四哥 一山尽处是一山 风高路险 正是好风景 我已经忍不住想去攀登游览了呢 叶天灵拥他在怀 长声笑道 今日天朝有地如我 有后如你 必将千古传颂 万事景阳 你我此生痛快 清晨笑搂着他的脖颈 明艳如花 吐气如蓝 叶天灵一顺不顺地注视着他 忽然翻身 稳住了他柔美的红唇 清晨 心眸清河 调皮地伸手探紧他的衣衫 指尖温软 沿着他的脊背流连辗转 一路滑下 叶天灵呼吸逐渐急促 低声道 清儿 清晨含糊地应他 温香软郁 血敷凝之 蓝芝般的清香缠绵 诱人心悸 他肌肤间的温度 沿着他掌心的轻浮 烧起爱恋缠绵 他却突然将头埋在他颈尖 懊恼地叹息了一声 撑起身子坐在踏边 背对着他 清晨十分奇怪 勾住他的腰探身过去 询问地看着他 叶天灵一把蒙住他的眼睛 深深呼出一口气 身上还热着 好好躺着去 清晨一愣 随即笑着蹭到他怀里 叶天灵紧揽着他 声音微哑 别闹 要是睡不着了 就陪我看会儿奏章 四围云的手本今天送来了 你也看看 有几条建议很是不错 清晨听他这么说 便不再闹他了 叶天灵命人去志远殿 将奏章取来此处 传了晚膳 用过膳后 他坐在暗踏前 专注于魏晋的政务 清晨便靠在镜旁 细细翻看思维云的手本 两人不时交谈几句 不觉夜入中宵 宫灯影长 满世静谜 偶尔无意抬眸 目光相遇 会心一笑 请继续收听 最玲珑第130集 贵宫长恨 不记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